加州提案给富人加税促进电动车普及遭选民否决 美10月核心CPI从40年高点回落显示通胀缓解 美国中期选举参议院控制权悬而未决 旧金山国际茶节回归 现场体验茶文化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日加州 中期选举到周四的开票结果显示 加州30号提案主张对富人加征税收来促进电动车使用等 被过半数选民否决 来看报道 主张富人多缴税 以帮助加州电动车更普及化的第30号提案 截至周四中午的开票结果 共有超过300万选民投下反对票 占总数的59.2% 提案希望创建清洁汽车和清洁空气基金增加税收 来促进电车被广泛使用 基金也会用来加强消防员的招聘和培训 应对野火计 针对年收入高于200万美元的民众 从明年1月起 超过200万元的收入差额还必须征收1.75%的附加税 加州的边际税率将从13.3%上升到15.05% 达到全美最高的所得税率 初步估计 这会影响近43,000加州居民 每年带来30至50亿美元的收入 提案主要支持者 包括环境和健康组织联盟以及加州民主党 支持方认为 通过部分补贴花费 使低收入户更容易购买低排放汽车 有助于加速普及电车 不过 州长纽森批评这项提案 并指出网约车公司LIFT为提案资助数百万美元资金 是为了让州府补贴购买电车 因为州监管机构要求到2023年 90%的网约车必须是电动车 目前 加州已播出65亿美元补贴电车和公共充电站 并计划在未来5年再支出100亿美元 新唐人电视台 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美国的通胀终于有所缓解 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10月份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较去年同期上涨6.3% 涨幅从40年来的历史高位下滑 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10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去年同期上升7.7% 低于9月份的8.2% 也是2022年1月以来的最低增幅 环比方面 10月的CPI较9月上升了0.4% 低于市场预期的0.6% 而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 更能精准反映当前物价水平的核心CPI较去年同期上涨6.3% 低于市场预期的6.5% 也低于9月份创下的40年来最大增幅6.6% 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让投资者松了一口气 通胀低于预期 使得美联储有望在12月放缓加息步伐 市场预计美联储下一次加息的幅度将降至两码 周四新的通胀数据让美国三大股指齐升上涨 其中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均创下自2020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严书综合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陆续揭晓 在众议院共和党拿下210个席位保持领先 但参议院的选情胶着 决定权落在了三个没有完成计票的摇摆州 周四 根据最新统计结果 共和党拿下联邦众议院210席 民主党191席 差距已经很明显 在有8个席位 共和党人就能赢得众议院 参议院方面 共和党取得49席 民主党48席 两党都有胜选的可能 而最终能决定结果的是 目前还没有完成计票的三个关键摇摆州 也就是内华达州 亚利桑那州和乔治亚州 在内华达州 拉斯维加斯的克拉克郡和西部的瓦肖郡 有数万张邮寄选票等待统计 而这两个郡的选票 占全州所有选票的90% 目前 内华达州已经完成了大约80%的计票工作 结果是共和党略微领先民主党 内华达州的选举官员9号表示 最终计票结果将在9天后出炉 截至周三 亚利桑那州已经完成了大约70%的计票工作 还有大约40万张凤凰城马里科帕郡的选票没有统计 当地官员表示 至少要到本周五才能完成所有的统计工作 而乔治亚州在开票后 共和党候选人赫歇尔·沃克和民主党候选人拉斐尔·沃诺克 得票率都没有超过50%的最低门槛 根据该州选举制度将在下个月进行决选 曾得到前总统川普背书的共和党候选人沃克 曾是橄榄球运动员 他表示将为乔州的家庭服务 阻止拜登政府的通胀等压力 民主党候选人沃诺克出生于乔治亚州 是一名牧师主张扩大低收入家庭保险计划等 沃诺克曾多次被警方指控 2020年他被控曾开车碾压前妻恩多耶的脚 2002年他被马里兰州警方指控涉嫌虐待儿童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岳综合报道 一年一度的旧金山国际茶节 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喜欢饮茶品茶的民众 以及不少顶级茶供应商 一起去感受一下历史悠久的茶文化 世间绝品仁南石 咸对茶经亦古人 中国是茶的故乡 自神农时代发现茶以来 已有4700多年的历史了 如今茶文化弘扬至世界各地 茶似乎成为了白开水以外 第二受欢迎的饮品 上周末旧金山国际茶节在疫情后首次回归 吸引了不少爱茶者深入了解茶的种类和文化 我们有企业来带你小细架的茶 我们有企业来带你小细架的茶 我们有企业来带你 herbal tisans 和 blends 好企业 味道的茶 每天你都可以想象 我们尝试它这里 除了茶叶 也贩售各种制茶和品茶的器具 日本製的汁是比较难 通常是中国製的 日本製的汁是比较多的 有些比较多的工具 它比较多长时间 它是比较多长时间 我们是很高兴的工具 举办茶节就是为了给民众 提供一个可以聚在一起喝杯茶 分享彼此爱和喜悦的地方 据美国茶叶委员会的数据 每日有超过1.59亿美国人在喝茶 茶叶中的茶多酚等成分 具有防癌 降血压等作用 但肠胃功能不好 或心脏等方面有疾病的民众 不适宜过多饮茶 新唐人电视台 加州记者站采访报道 位于洛杉矶西北边的 凡奈斯市和谢尔曼奥克斯市 近日发生多起公寓 邮箱被盗窃的案件 目前洛杉矶警局 已经掌握多名嫌犯的监控录像照片 并正在全市进行搜索 根据城市新闻社报道 洛杉矶市警局警方正在调查 从今年8月至今 凡奈斯市与谢尔曼奥克斯市地区的 10起公寓邮箱盗窃案 警方新闻稿指出 这群嫌疑犯据说正在联手 准备对其他邮箱下手 根据LAPD的初步调查 嫌疑犯是用偷来的邮政服务钥匙 自制钥匙或螺丝刀 偷窃邮箱内的信件包裹 受害住户 普遍分布在凡奈斯市与谢尔曼奥克斯市的社区 包括凡奈斯市的伍德曼大道 和谢尔曼奥克斯市的迪肯斯街与威利斯大道 作案时间平均在凌晨1点至5点之间 目前警方认为 涉案的嫌疑犯至少有9人 并于周三在网上公布嫌疑犯的监控录像照片 他们也鼓励民众提供线索 帮助破案 新唐人电视台 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表示 在下周的G20峰会上 他将与习近平会面 但不会对习做出任何根本性让步 美国白宫周四正式发声明确认 拜登将于2022年11月14日 在印尼巴厘岛会见习近平 在官方声明及当天的记者会上 白宫反复强调了美国与中共之间的竞争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为拜习会晤定下了基调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表示 中方对双方领导人会晤十分重视 同时提前向拜登喊话 台湾问题是中方的核心利益 敦促拜登坚持一中原则 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的回应 则一脚踩在了中共的敏感神经上 此前一天 拜登就已经为与习近平的会晤 划下红线 在台海问题中俄关系等问题上 不会做出根本让步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随着人们对牙齿的美观与保健 越来越注重 加上现代植牙技术发达 人工植牙成为热门项目 但有牙医师提醒 植牙也有禁忌 并不是人人都适合植牙 随着植牙技术逐渐进步 民众也越来越看重牙齿保健与美观 人工植牙成为牙医诊所的热门项目 南家牙医师陈一群提醒 人工植牙容易清洁 也不需牺牲周边的增牙 不过并非所有患者都适合植牙 如果你抽烟就建议你不要植牙 基本上保证会有问题 抽烟里面的尼古丁会跑到植牙体的边边 会造成骨质流失 久了以后三年五年 植牙体就开始松动 就需要拔掉或者是重做 若病患有抽烟习惯 会增加植牙的失败率 另外糖尿病患者也不适合人工植牙 糖尿病如果没有吃药的话 身体没办法愈合 植牙体也没办法跟自己身体愈合 也有患者因为体质不适合植牙 例如严重磨牙的民众 他建议先带保护器再植牙 如果你摸牙很严重 再植牙 植牙体也有问题 所以在您可以愿意带保护器前 不要植牙 全确定可以带个保护器再去植牙 有服用骨质疏松药物治疗的病患 也会因为药物作用反应而不适合植牙 通常是女性更年期后 骨质疏松没骨头嘛 因为骨质疏松而吃药 那种药通常会造成植牙体反应 没办法跟骨头联合 所以如果有吃药的话 骨质疏松的药就没办法植牙 人工植牙兼具美观 使用寿命较久 以及方便清洁等优点 但是患有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或凝血功能障碍的民众 必须经过医师评估后 再决定是否适合植牙 新唐人记者 郁金 徐展成 洛杉矶采访报道 中共为了应对今年最严重的新一波疫情 多地开始加班加点 紧急建立方舱 人口高达1900万的广州市 近期新增染疫个案连续多天 居全国之首 美联社周四的消息说 广州目前已经有近500万人不能出门 官方周三宣布 八个区学校停止实体上课 近九成航班取消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最近被纳入封控的攀鱼区 有的酒店证实 已经被政府征用至年底 面对无法控制的疫情扩散 广州再次将广交会展馆改成了方舱 10月10号在展馆四期 方舱还没有验收 就已经开始投入使用 而工人们还在加班加点 安装新的床位 建方舱的 这是俺们小区 然后隔了一条路 你看 我这天啊 舱景房 而郑州当局则是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沙文化创意园的老厂房 改建成了万人方舱 引发网友关注 有网友调侃说 拥有亚洲最大的包豪斯建筑群的二沙 这几天仿佛重现了60年前的辉煌 这里隔离感染率高 这就是与居家隔离的区别 与此同时 位于湖南长沙郊区的公路 也瞬间变成了数公里长的大型方舱 集中营 而在新疆乌鲁木齐当局 却把隔离方舱建在了冰天雪地中 人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新疆自从8月初开始实施疫情管控 多地风控已经超过了90天 一名大巴司机向本台表示 已经被困在乌鲁木齐40多天 现在还在低温下隔离 目前仍然有大量被困在新疆的外地人员 等待离开 不少人为了早点解脱风控 不惜重金购买黎江正 近日一名女子以公开录音的方式 在网上举报 为了得到一张出江证 她向一名自称有关系的人求助 对方称可以支付3000元 但额外的条件就是要赔税 你赔我实施行吗 请一下 然后就像这样一样 你赔我实施行吗 录音曝光之后 引起网友的愤怒 认为是中共的风控 导致了层层的权力变相加码 新唐人记者瑞丽 特约记者顾小华采访报道 作为全世界军事实力最强的军队 美军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 和人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我们来听听陆军中士刘莎 讲述她当兵的所见所闻 刘莎在美国陆军的物流部当兵八年 曾常机驻扎海外 她表示 为了培养出战斗力十足的军队 美国陆军制定了严格零容忍的规章制度 一个军人的话有几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做的 一个是毒品吸大麻这些 因为我们差不多每隔几个星期或者一两个月 我们都会有抽查尿检 打架斗殴 这也是领容忍 酒家有可能会给你一次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一次翻两次翻 基本上也是会被discharge 当时在日本的时候 有一些机密的一些东西 是你不可以向外发送的 比如说因为那边我们有很多的战斗机潜水艇 那这些都是拒绝拍照 拒绝发到这些social media 稍条款款都是白纸黑字 告诉了你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小的事情可能是你每次集合的时间 你不准时到 他可能第一次给你一个口头上的警告 第三次 第四次 如果你都是不听从的话 那他会建议 一的是给你降级 一的是会跟commander recommend 就是把你discharge掉 他还介绍 美国陆军作为八支联邦制服部队中 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兵种 拥有充足的资金培养人才 现役跟预备役有总共一百万的人 那他希望看到下面的士兵 是他们可以更好地提升自己 他不希望说这些士兵永远都待在自己的comfort zone 我在日本的时候 我有申请了去我自己做物流的一个课程 但是因为日本的话 陆军的话是一个人数不多 应该只有几千人在那里 所以我们没有老师来教我们一些物流的课程 所以当时我需要去到韩国去上这个课程 所以当时我是交了申请 然后他也是批给我 所有的机票 酒店 这些吃饭 住行他都会给我保销的 所以他很希望下面的人去多学习 多看一看 然后去提升自己 然后可以帮助他升级啦 当征冰关期间 他遇到过一些前来咨询的家长 他们渴望让不安适时的孩子快速成长 如果他们的小孩子没有考到一个非常之理想的大学 或者说孩子在家天天就是打电脑 他们更希望这个陆军可以regulate他们 早晨要准时起床 你要几点要上班 那可能对于一个18岁的小孩 他并没有一个什么三年的计划 五年的计划 他也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要做什么 你可以花两三年三到四年的时间 来体验一些部队的一些生活方式 学一项自己的技能 你又有了工作经验 你也结交到了一些新的朋友 你也可能也有一些出国的机会 你也去外面用自己的时间去走出来看一看 同时你也拿到了所有陆军提供你的福利 他还表示 许多军人退役后会选择回到学校完成学业 还有些人成为了警察 消防员或公务员 根据规定 当兵满20年便可申请退休 因此 有些退伍军人40多岁就收获了第一份退休金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 江灵达 洛杉矶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日加州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